三个阶段来完成好了 所以第一个啦,当然你要解决一个问题 你不要,不可能说一次就从头到尾做 你没关系,你可以把它拆解 先解决问题1,再解决问题2 然后再解决问题3 然后慢慢全部把它串在一起 那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比如说以这一题来看 假设我大概想到REPT加LEN 可是问题 你这样我要全部把它串在一起做太难了 所以你可以分两节 第一阶段你可以先解决 把84变084这个需求 如果做出来之后呢 那再解决 门号好像一样 所以把它延伸过去 最后把它串在一起 那这个问题应该就解决了 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REPT加LEN的函数 那现在的话呢 接下来就是解决什么 REPT加LEN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那首先的话呢 我们需要知道什么呢 补几个0的问题 那补几个0当然第一个啦 插入 游标先放在E4储存格 按下上面的插入函数 一样找到文字类函数 然后找到那个REPT REPT这个 OK 然后按确定 所以哦 其实步骤都固定的啦 慢慢你就习惯 因为我后面可能会越做越快哦 所以你跟大家要慢慢有一点心理准备 我也把它录影下来 没关系你可以放慢速度都没关系 其实说真的这个会就会啦 不会就不会就是这样子 OK 然后按确定 那会了当然我觉得哦 真的处理事情就是一个快乐 就是一个幸福 OK 你就做起事来就觉得好像没什么压力啦 OK 然后再来的话其实就看懂 到底那个函数问题的问题 其实它是前面有一些问题 Test 那只是说它这个不是中文的 但是英文又不像英文 它英文有点 什么工程师的英文吧 Test就是文字 白话意思说你要补什么文字 我要补0 那以后记得如果说文字的话 记得前后一定要加双引号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没有加双引号 这个是文字0 那如果你补一个这个0的话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数字0 其实两者一不一样 两者完全不一样 OK 那只是说啦 因为Excel其实还蛮人性化 有时候你一开会自动帮你补 但有些不会 所以我输入一个0 我忘了加前后双引号 是 我记得前后帮你加 加上两个双引号 移到中间加个0 那这个表示是文字0 那重复几次呢 重复几次跟什么有关 跟这个里面有几个字有关 所以用底下的Lambortize 是那你要重复几个0 那就是用3 减掉什么呢 L1N 所以你这个可能要自己打一下 L1N 钱瓜糊 那帮我算一下呢 G4这个储存格里面呢 到底有几个字 那他算完之后的话呢 他应该回来的结果应该是有两个字 所以3-2 那回来就是1 所以得到的就是repeat一个0 你可以看到0 那可是问题后来后面84怎么办 没关系 你再到这个后面再加个end end之后的话呢 加一个G4 ok endG4的话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就084了 哎 不过问题来了 现在其他部分怎么做 其实很简单啦 如果你要007的话嘛 其实你就可以把这个G4 改成H 这边改成H 也就是说呢 它的规则都一样 那差别只是把它改一个位置 007 那如果说我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出来了 那后面呢 如果我要把这个手机号码产生的话 那我应该怎么做 其实很简单嘛 就是把刚刚的公式 一般习惯是把它剪下来 不包含等号 然后做什么呢 再把前面的公式把它串出来 等于09 记得开头一定要等于 等于09 end什么呢 end这个电信业者 然后再end 一个简号 当然你公式可以不要完全一次打完 你可以先打勾看看 是不是0911简号 是嘛 然后再加08 所以你在后面呢 再加上end 然后呢 把刚刚的repeat的公式 刚刚有剪下嘛 把它贴到这边来 记得前面一定要end end 刚刚我们做的这一个公式 那把它贴到这边之后的话打个勾 那你会发现这边就会出现 00 不对 不是007 应该是084 所以这边把它改一下 改成G4 那这边也是G4 这样的话应该就是084了 ok 好 那再来呢 后面就是007 所以一样你就干脆什么end 然后把刚刚的公式再贴 end 记得哦 那个这个储存格跟公式跟文字之间串 一定要加end符号 如果没有end符号的话呢 那会出错 所以比如说我这边少一个end符号 你打勾的话 理论上它会出现这个 错误讯息 nand nand的话就名称啦 因为这边它看不懂这个名称 所以这边记得把它加一个end符号 打个勾 这样就ok了 那不过少一个简号 那简号在哪 简号在这里 G4的后面 这边再加一个end 然后简号 然后再一个end 所以可能要习惯一下用end符号 去把它做串接 打个勾 向下填满 这样子就完成了 ok 所以这边的话呢 当然我们其实可以分两阶段 第一阶段就是repeat 重复几个0 然后用3去减掉 这个算一下 就是说门号区码 里面到底有几个字 用3去减 反正里面一定要三个字 那repeat是重复 重复几个0 然后面的话再加end的G4 就可以得到结果啦 ok 所以请各位再试试看这个部分 那除了说用这个方法之外 另外你们可以再 看一下另外有一个函数 另外一个函数 插入函数里面 文字类里面呢 其实有个叫concats 这个concats实际上 就是如果你假设不要用end符号的话 你可以用concats 所以就把第一个09放进来 然后再放在11 然后后面东西全部串在里面 也可以用concats 不过使用的心得最后感觉好像没有比较好用 所以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试试看concats这个函数 然后至于就是说做完的这个相关的程式 如果各位要参考的话 也可以参考讲义里面的第七页的下方 所以我又把刚刚我做完的这个公式 把它放在这边 你们可以找一下那个讲义里面的第七页 找一下第七页 然后这个是刚刚我打的公式 另外如果你用concats的话 其实它做起来跟上方蛮接近的 差别只是说把这个end符号 变成说不需要 变成逗点了 OK 那只是外面要加一个concats 大概就是这样子 其他都一样 所以先试试看这个部分吧 试试看 如果有问题的话 欢迎各位再把问题提出来 那我把画面再停止分享 OK 好 好